2023年2月10日,安坑轻轨通车了。 大家好,新建多年的安坑轻轨终于要通车了。 安坑轻轨全长7.5公里,共9站。 分别是K1双城,K2玫瑰中国城,K3台北小城, K4更新安坑院区,K5景文科大,K6安坑,K7阳光运动公园,K8新和国小,K94张为7点站。 我们将从安坑机场出发,实地带大家看看沿途各站景物。 安坑地区新建大众捷运系统的构想,最早在台北捷运初期路网建设时期就已被提出。 台北捷运初期路网建设时期,新建机场设于新建区中央新村的规划遭到新建居民的反弹。 提议将新建机场的预定地改于安坑,同时使捷运延伸安坑地区服务当地居民。 安坑机场 在安坑县的综合规划过程中,经过坡度分析,发现可行性研究中机场长指所在的山坡地为超过四级坡的坡度而无法开发。 因此重新根据环境、用地、调度需求等分别提出占地3.6公顷及4.6公顷的两方案。 最后,尽管3.6公顷的方案一必须以双层,办地下化方式新建,仍因4.6公顷的方案二用地取得较为困难而被选择。 由于机场位置的变更,吉路线的些许调整,安坑县的长度自原先的7.83公里减少为7.67公里。 总经费则在检讨的过程中自218亿降低为166.32亿。 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后,安坑县的主体工程于2016年4月6日开工。 新北市政府预计将于2022年底完工,2023年通车。 安坑轻轨工程中跨越新电系的安心桥塔调装完成。 月2019年6月30日在新电清晰河滨公园举行祈福典礼。 是国内首座单塔鞋章横架复合式轨道桥,因必须跨越新电系,施工过程相对困难。 安心桥塔高达130公尺,重量约3450吨,桥塔基础以42根全套管基桩,渗入河滨35公尺并定入研盘。 桥塔完工后将搭配12对鞋章脚锁,以稳定桥体横架,成为国内少见的超高桥塔轨道桥。 安心桥于2020年9月17日完成全桥合龙作业。 列车于2022年8月可以测试行驶至14张车站。 K-94张站 我们再回到机场继续看下去。 新北捷运局于11月7日完成系统稳定性测试,于12月11日办理初刊。 12月21日进出刊委员认可完成旅刊,您改善事项。 于12月27日报请交通部办理旅刊。 2023年1月7日交通部核定,1月14日办理旅刊。 2月2日交通部核发安坑轻轨营运许可,2月10日通车市营运。 机场列车叙事待发。 双安隧道。 轻轨列车驶出机场后会先通过双安隧道。 轻车驶出机场后会先通过双安隧道。 列车通过双安隧道后 沿着安一路三段 首先进入K1双城站 K1双城站 Zither Harp 继续延安一路三段 将会到达K2玫瑰中国城站 这是K2玫瑰中国城站 K2玫瑰中国城站 K2玫瑰中国城站 K2玫瑰国城站 K2玫瑰中国城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场管理调度中心 看完空中画面 我们也该从地面出发跟着去看看沿途景致 机场位置 安一路三段 双安隧道 双安隧道 KE双城战 安一路三段继续 安一路三段继续 K二玫瑰中国城战 K二玫瑰 安一路三路之后似乎是安一路二段 继续安一路二段 我们似乎可以看见K三站 K三台北小城站 玫瑰 impacts 继续安一路二段远远看见K4车站 K4更深安康院区站 K4车站位置正好在医院门口 继续前进还是二段 我们看到了 K5锦文科大战 经过车行香涵这里应该是安一路一段 从这边开始轻轨会进入地下一小段 我们在这边呆转从这里开始将进入安节路 通过明隧道左边的轻轨也通过地下进入高架后面 我们会有空中画面大家将一目两然 随着坡度高低差高架桥更明显 从郊区进入市区平郊路口渐渐增多红绿灯将凸显轻轨的便利性 接下来我们进入安和路 接下来我们进入安和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稍微由空中画面回顾一下K4站之后的路线 K4更新安康院区站 K5景文科大站 车型相寒 进入地下 安洁路 明隧道 轻轨隧道口 轻轨高架桥 轻轨高架桥 K6安康战 K7阳光运动公园站 我们远跳一下 这洞楼后面有K8星合国小战 安心桥 我们再回到地面 延安河路继续往前 我们再回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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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捷运环线 安坑轻轻轨全线位于新北市新店区境内 台高架 平面混合式建制 路线路旅公园 路线6横轻轮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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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 K8新河国小站 安坑轻轨可以与新北环状线串联 衔接进入台北的捷运路网 在市区高楼密集区使用全罩式的隔音设施 新电锡 感谢工程单位及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收看 感谢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